我們來介紹ROSONIC的高階手持型溫濕度儀器 它主要分了兩個部分 主機部分跟感應器部分 感應器有分蠻多種的 那我們這次介紹感應器的型號是 這邊有寫 HC-2A IC型的型號 這個型號的話 它的優點就是在於說 它的Sensor端可以承受到將近200度的溫度 可以量測溫濕度 所以它不像一般外面的濕度感應器 超過70度以上可能就會造成濕度感應器損毀 那它的接點這邊呢 它有防呆 它有兩個小孔的 對應我們的Sensor的介入孔 那我們現在這台主機呢 是HP23A 那它有特點是 它可以同時輸入兩個訊號端 以及它可以透過USB 來做一個供電跟資料傳輸 那我們先把感應器接上 感應器的序號呢 位於它的放生的這個地方 那序號呢 也可以在機器裡面讀得到 如果你有做任何的數據修正的時候 它也會把它記錄起來 好 這邊我們把它鎖緊來 好 這邊我們把它鎖緊來 鎖緊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機 好 這邊跟各位大致上 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一台那個 溫濕度顯示器怎麼使用它 它操作很簡單 就是一個Menu的按鈕 上下鍵一起Enter 鋪叫Menu的話呢 就可以打開一個它的基本選單欄 主要就是介紹我們產品的 這一個相關的一個型號跟參數 像如果在Menu第一個Info裡面的話 它就會說明它的這個本機的序號 潤體版本 相關電子電力等資訊 它規格已經寫在這邊了 同樣的按Enter的話就返回到上一頁 Enter的話就是下一頁去 那它有兩個Sensor可以做介入 所以它可以針對兩個Sensor的數據去做一個 那個觀看 譬如說像我們選的 第一個Sensor的相關的Info 它就會告訴你 Sensor的序號也就是上面了 探觀的版本跟它的功能名稱 按Menu回到上一頁去 它這台機器的話它可以手動記錄跟自動記錄兩種 它的記錄的話就是分為手動記錄 手動記錄的話不是這邊 但在這邊你可以去做一個刪除 跟瀏覽的一個動作 那像我們第一 它一共分為八組資料 第一組資料 我們已經記錄了五個了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就是自動記錄 自動記錄你就可以設定它有沒有啟動 不只有記錄一次 然後跟它的啟動方式 就是啟動方式就是你啟動按這個按鈕 它就立即啟動這樣子 才開始記錄 如果你不要按你就按Menu回去上一頁 那手動記錄的話呢 是在主畫面這邊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Enter 它就會問你要放在哪一組 譬如說我現在放在D組裡面 你再按一次Enter 它就會把這個現在的量測值資料 給寫入到我們的記憶體裡面去 那這一台的溫濕度紀錄的幾個特點 這邊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可以顯示到小數點第二位數 它的溫濕度誤差的話 溫度的話是0.1度K 就是0.1度C 那濕度的話呢 是0.8%RH 也就是說在0到100左右 它的誤差都略在0.8%RH 它的資料這邊的話 像Channel1你可以進去裡面看 它的相關的溫度跟濕度的量測值 這邊就會有寫出來 它的相關的一些數據參數在裡面 那使用者呢 如果說你有調教的工具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邊做一個修正的功能 把自己你們那個 比較的一些細節的誤差給輸入進去裡面 那如果說輸入完了之後 覺得說不對 要繼續回復的話 它也做了一個很快速的一個回復的功能 就直接顯示在這邊 那因為我們出廠的時候 都已經幫各位調整好來了 原廠那邊都已經做好設定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做這一個設定了 所以我們就回去上頁了 那你看紀錄 剛才的紀錄表的話 我們一定要按來紀錄 所以第一組變成六個了 我們進來看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那個 兩色指每一筆的資料 它可以顯示到小數的精度第二位數 然後時間 然後日期 那它也可以幫各位計算出來說 剛才我們六組儲存資料之後 可以看到平均相關的溫度跟濕度的一個 最大至少平均值這三個數值 讓使用者快速可以瀏覽 好 那介紹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